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好 那接下来我们亚兰就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刚刚讲这个很多时候身体的长期的保养 还是会有差 有差有差 而且很重要 健康点查是有时候帮助我们提早控管某一些器官跟疾病 尤其是可能年纪越大越来越老花 还有就是累 我觉得累真的影响很大 因为我去年就是因为身体太劳累 然后去做了健康 因为我每年都会定期做健康检查 然后太劳累的情况之下 我有检查出来有两个肾结石 两个肾结石 然后有一颗子宫肌瘤 然后又有甲状腺结结 那都必须立刻处理吗 对 我就是节节去做穿刺 然后结石就是他说还没有很大 所以喝大量的水他有可能会排出来 对 但是因为我又很少喝水 不爱喝水 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 那肌瘤呢 肌瘤的话就是跟他和平共取 希望他不会长大 希望他不要长大 所以我们就从饮食控制 对 饮食跟运动很重要 那亚来要分享的这个健康好料理 是照烧牛棒这个肉丝 对 因为我们女生有时候 纤维量摄取的真的非常少 那今天我就用牛棒 那很多人会比较不喜欢吃牛棒 会觉得它太柴太干涩 所以我们用刨刀去把它刨成 一片一片的丝 它就会比较好入口 好 然后我们下一点油之后呢 我们用那个蒜头以及姜来爆香 好 我们爆香 这个蒜跟姜 那今天因为是照烧口味 也要让它入味 所以牛棒淘成丝 基本上因为牛棒你把它切了之后 它因为接触空气会氧化 所以变黑 所以你可以加一点点的醋 然后泡在水里面 然后我的肉丝 刚刚有用酱油 米酒 以及那个太白粉 稍微的腌过一下这样子 更入味 更好吃 对 会更嫩一点 好 那我们先爆香 对 爆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肉丝丢下来炒 好 你跟侯昌明都是固定 一年做一次健碱吗 对 都会做健碱 那它健碱的结果OK吗 有没有一堆红炙 还蛮多的 脂肪肝啦 就三高啦 基本上都有 它没有很胖 可是也是有脂肪肝 对 可是我跟你讲 中年的男人都是胖在肚子 这个会问黄医师 黄医师应该很清楚 黄医师有脂肪肝吗 清伟 我是有脂肪肝的 所以是不是只要有肚子的男生 都很容易有脂肪肝 对不对 不一定 如果您问到脂肪肝 那个江医师也可以讲更多 脂肪肝跟内科 有的家族性脂肪肝 是瘦瘦的 对 家族性脂肪肝 那也不一定 很多人就会吃很多 摇摇杯 蛋糕 看起来有很多的果的男人 我男本身就出名的 会吃到脂肪肝 对 反之脂肪吃很多 也会吃到很多脂肪肝 对 运动也会吃到很多脂肪肝 对 所以脂肪肝不必然 不必然是肥胖症 对 没错 好 亚兰炒香的肉丝 这个牛棒就可以下来 对 牛棒跟红萝卜 我们就可以下来炒 因为它比较耐炒型的 需要热一点时间 好 然后接下来 待会儿我们就会放 那个香菇丝以及金针菇 那我们要来调一个照烧酱 照烧酱我们的比例呢 就是一般照烧是用sake 那我们呢 比较台式一点 我们就用米酒 好 家里有的我们就用米酒 好 一 然后呢 味淋二 一比二 对 然后酱油三 三 一比二比三 一比二比三 就是米酒 或者是日式的清酒 对 没错 然后味淋二 然后酱油三 对 然后我先酱油下去让它炒香 炒香的入味 对 然后就可以把味淋跟米酒放进去 好 这个就是家常的简单的照烧酱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香菇 好 以及金针菇 稍微炒一下 同时我们亚兰的照烧牛棒肉丝也好 差不多 然后我们可以 这好诱人 对 好香哦 然后撒上一点白胡椒粉 增加它的香气 然后接下来呢 最后我们撒上一点点的白芝麻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哦 这个肉我觉得掌握活后 掌握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肉一点都不适应 而且里面加两个菇 香菇和金针菇 那根据新的研究 2019年的研究就知道说 香菇和金针菇 种菇类一周吃两次 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卤癌的机会 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健康的餐点 那不过说起来 坦白讲真的 那个我们很多人做检查 他从来不太考虑到 检查的风险的问题 对 我们班上就发生过一个悲剧 我们班上第一个被告的医生 有医疗官司的 就是他在当实习医生的时候 帮一个电脑断层的病人 打险影剂 那个病人险影剂一推 过敏 当场休克